前两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成千朋友圈采访了一位成学的视频啊 就感觉聊的挺好的 然后我就加入了成千朋友圈的一个粉丝群 跟成总聊聊还不错啊就加入他的就是成千朋友圈 当然了加入这种就是博上圈啊是需要付年费的啊 具体多少钱呢这里我就不方便说了啊因为避免到人家倒是不必要的麻烦吧 这里我聊聊就是加入以后的感受吧就是给大家参考啊 在跟成千聊了一会儿以后那个成千让他的助理联系我 需要付年费 我付了以后他这个助理把我拉到一个他的一个大的一个微信群里啊 就里面基本都是创业者 大部分应该都是拿到结果的人吧 这是我猜的啊 因为一个普通的商门组或者是无业人士的话不太可能加入这种这个商业就是博商圈吧才是 也不会对这种感兴趣的 再就是加入毕竟有一个一定的门槛吧至少一个这年份能把大多数人拦到门外的 当然了啊如果你非要编造一个自己挺牛逼的样子啊就是然后去付费的话我估计啊他们也不太好判断 也有可能会让你进入这个圈子里啊 这样就算进入这种群里啊其实也没多大意思啊 毕竟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你跟他其他人就是可能产生不了什么共鸣 或者说你没有办法给其他人提供价值你就算加上其他好友也没什么用吧 很多人可能觉得啊就是加入这种所谓的博商圈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去 认识更多的人认识更多的老板 最终能给其中的一两个老板达成合作那就完美了 如果你以这样的目的加入的话啊我劝你还是算了吧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哎我说说我自己加入以后的感受吧就是 进群以后呢我做了一下自我介绍啊就是他们这个给这个这个这个他们的助理啊给了我有模板让我跟着模板填了钱然后吧就是自我介绍的模板然后发进去了 等我把自我介绍发完以后啊就是大家各都发各种的这个欢迎的表情吧就是什么 欢迎加入朋友圈什么之类的 欢迎新人啊等等吧 就随后然后群里的一拨人加好好友 加好友以后就是互相发一下自我解解什么的好像都会牛的样子啊 多认识的朋友没什么坏处吧毕竟大家付费进来啊都是为了交朋友嘛 就来学习来了 比如啊我是做软件的公司啊就是进群以后就是大概群里有200多人吧 好像没有开见哪个是哪个这个是软件行业的老板啊 人反正比较多大致看了看就是各行业的人都有吧 有装修行业的有什么做餐饮行业的 有做什么文化传媒行业的有做物流的有做跨境电商的 还有做什么直播带货的等等吧什么做什么的都有啊 大家都是抱着互相学义的态度来聊天的 再一方面啊就是成年朋友圈里面就很多就是采访的视频可以随便看啊 也可以就是深入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创业者的这个这个创业经历或者运用模式吧 这些视频还是挺好的啊 不管对我有没有帮助吧 至少看了以后啊就是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就当平时没事看书了吧 就跟看名人的传记一样 只是这些人的这个成就没办法给所谓的名人比吧 算是比较接地气的啊 我记得撑前啊在他这个采访过程中经常问创业者的一个问题就是 凭什么你能赚到钱 这个问题啊挺敏感的啊 大多数的创业者一般都会把自己的盈利模式啊就分享给大家 可能给我这个软件行业没什么关联啊 就起码能了解一下人家这个盈利模式啊 这就是怎么思维方式啊怎么解决处理这个难题啊等等吧就是算是长见识呢 提升认知了 还有一方面啊就是承接朋友圈他有一个知识库里面有共享的一些视频吗视频教程 你比如说 如果达到个人ip的视频教程啊就等等就类似这种吧 这类视频啊看看就得了啊看完以后啊怎么说呢 跟你会不会拍短视频啊就是没什么关系你还得考自己啊 我相信大家经常在这个短视频频台上就是刷到类似的短视频教程吧就是说 其实都差不太多啊就是看过学过和自己去真的去做那是两回事啊 你看懂了就未必你会做 就像你看了一些这个博商视频一样就是 看完以后觉得这个老师讲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对 好像有点什么 TU关顶的感觉啊 当你准备在公司落地之行的时候啊你发现 根本就不适用 所以说啊人和人不一样公司公司也不一样啊 就在公司业务一样不同的时间也会造成就是不同的结果 不是那句话吗就是 成功啊往往是依靠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呀缺一不可 成功啊不可复制人 所以说啊 千万别想着加入某一个圈子啊就可以有机会翻身啊什么就打成什么合作呀等等吧 这种可能性啊很小 就算你认识马云啊马化腾又怎么样呀对吧 人家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 人家凭什么采购你公司的产品呢 采购你公司的服务呢 对不对呀 所以说啊 参加这种活动啊交一些朋友倒是可以的 多认识一个人 了解了解其他行业的赚钱思路就可以了啊 然后最后一方面就说加入这个圈子以后啊就是 是有机会参加他们线下的活动的 呃具体活动是怎么样啊 其实现在我还没去过呢啊 就是我刚参加这个这个加入这个朋友圈就没没几天呢啊 这里就不多评价了啊 我相信很多人啊尤其是对于创业方面比较感兴趣或者正对创业的朋友啊 肯定在网上刷到我成杰朋友圈的视频 呃据了解啊成钱呢他是一位 93年的一个小伙子 比我还小好以罪呢啊 确实是年轻有文啊 通过他的视频啊可以看出来 就是成钱啊还是一个 怎么说挺稳重的说话比较不急不躁吧非常调理 其实现在啊他的全网粉丝应该大概有大几百万吧我估计 在短视频方面啊做的还是挺成功的啊 我忘了在哪些视频中看到他了就是他做过一些自我介绍什么的 说他是有留学经历啊 也有五年多的这个 金融行业的工作经历啊 在大学期间经常做一些访台的工作 所以现在他这个从这个辞职出来以后做这个自己做创业吗不是 还是做自己最擅长的一块业务 呃就借助现在这个正火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啊就是涨本速度还是挺快的啊 关键是呢他的粉丝中创业者比较多 所以对他来说啊 在变现方面要比其他行业的主播要容易很多了 大家对于这种这个博商课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打出来啊咱们一起讨论讨论